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在未来世界里地球被星星统治,人类沦为第一等生物的故事 宇航员布兰特为寻好友泰勒的踪迹,意外来到了公元3955年的陌生星球 令他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星球有水有空气,周遭环境跟地球没有什么两样 同行的船长没能撑住,还是去世了 布兰特刚葬好船长就看到了骑之马的诺娃 诺娃是这个星球的人类,但语言功能已经退化,所以根本不会说话 他是泰勒在这里的情人 在他们尝试走入传闻中居住着人类的禁区时 不是遇到火墙电机,就是遇到土裂地线 最后泰勒因为下马探路,莫名消失在了一堵山墙前 布兰特留意到他身上带着朋友泰勒的名牌 他赶忙追问起泰勒的下落 虽然没办法交流,诺娃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一路将他带进城里 布兰特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这竟是个人缘之城 那些星星像人一样,会穿衣服,会说话,还有自己的武装组织 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些幸存的人类 不得禁区里,人员们一直进不去也找不到 他们以扩张领土为目的,要对人类赶尽杀绝 在这群被煽动起来的人员里,有个叫吉拉的女博士显得很是格格不入 因为他爱好和平,所以他对这帮煽动军事冒险的人员非常不满 目睹了这一切的布兰特,意识到这里绝对不是久留之地 于是马上带着诺娃离开了,只是在逃走的过程中 意外被一个人员打中了手臂,诺娃将他带到了女博士家疗伤 因为女博士家是唯一可以投靠的地方 面对会说话的布兰特,女博士夫妇很是试惊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现在的人类已经退化成了连话都不会说的生物 为了不让别的人员发现,布兰特必须穿着他们当地的衣服 而且不能开口说话,不然就会被当成实验品来解剖 可没等他们走多久就被一对人员兵发现了 他们被带去关押着人类的牢笼 人类努力会被当成人员军事训练的工具和实验小白鼠 在女博士的帮助下,布兰特成功把看守着他们的人员兵打下车和诺娃骑马逃离 但他们很快被人员军队发现了 布兰特和诺娃被一路追击着逃进了一个隐秘的洞口 让布兰特怎么都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里面看到了人类文明 这熟悉的铁轨和站台分明就是地铁站 这个所谓陌生的星球其实就是地球 它来到的正是几千年后的人类世界 不,或许该称之为人员世界 忽然间他们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嗡鸣 嗡鸣声似乎在有意识地引导他们 顺着铁轨走下去 在到达嗡鸣声指引的目的地后,声音消失了 随后布兰特脑内似乎有个声音 一直在蛊惑他把诺娃淹死 索性在他意志力的坚持下控制了自己 为了不伤害诺娃,他走入了一道门 可就是这样一道门内生活着所有幸存的人类 在这里生活的人类和外面那些已经退化的不会说话的人类不同 他们不仅保留着人类原有的能力 而且能通过意念交流 他们既能用意念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能通过意念控制别人 虽然没有冷兵器 但这就是他们唯一的武器 因为他们一时都供奉着一颗原子弹 并把它视为上帝 久而久之 他们在核辐射的影响下 拥有了能用意念制造幻想的特异功能 但同时也面目全非 早就没有了普通人的样子 与此同时 人员军队已经兵临城下 但他们在这片茫茫荒芜大地上什么都找不到 只看到一堵火墙 这把他们吓得不轻 但领头人自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择 这些只是幻想 发现这只是虚假的幻想 于是一路顺藤摸花地来到了辐射人的大本营 辐射人带着布兰特见到了泰勒 原来泰勒被他们关了起来 辐射人让他们相见 其实是为了控制他们 让他们自相残杀 幸好诺娃的出现让辐射人分心 布兰特和泰勒才得以瞅准机会将他杀死 但他们要逃出去的时候 诺娃被一个人员兵杀害了 不设人的首领对这一切早就有了准备 还将原子弹升起 只是还没来得及将爆破按钮按下去 就被枪杀了 人员们看着这个大家伙想把他搬回去研究 但在搬运过程中原子弹发生泄露 大量的气体让人员们手足无措 于是他们留意到了那个红色的按钮 以为按下去就能让他停止泄露 情急之下布兰特敲击声音 将他们的注意力引了过去 但随后就被杀死了 泰勒看着好友身亡 在心灰意冷之下 一把按下按钮 和这些人员同归于尽了 本片来自科幻片《诗险星球》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